这次学运当中有很多很感人的画面 今天的主播精神我们就要带您看的是 在330凯道大游行晚会要落幕之前 所有的人举起了手机 点亮了灯光一起合唱的这首 学运主题曲《岛屿天光》 而创造出这首歌的是灭火气乐团 闪烁着手机光大声合唱 330凯道大游行最高潮 这首《岛屿天光》也成为太阳花学运的主题曲 成军14年来自高潮的灭火气乐团参与太阳花学运 他们创作的歌曲被视为学运精神圣歌 太阳花学运打响名号灭火气也在脸书公布 包括《岛屿天光》以及《晚安台湾》 无常提供这两首歌的版权支持学运 网友也自拍灭火气照台湾的Cuso照 回文说有你们真好 甚至还将他们的主题曲以及学运影像 登上了纽约时报广告 而根据灭火气乐团经纪人说法 其实太阳花的精神领袖林非凡 一直都是他们的歌迷 这次双方跨刀合作 不但振奋了走上街头的学生 让这支非主流乐坛的歌曲 一度冲上了网络排行榜榜首 也让他们被誉为高雄之光 一战成名 继继续嘉珍台湾报道